马上情人节了 给大家总结了7个可以让你皮肤变好的建议和方法 如果你能看完这个视频 不仅可以让你在护肤的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 还可以让你少花冤枉钱 因为很多人每个月光护肤就要花费上千上万元 但还是长了很多皱纹 皮肤暗黄油腻长斑长痘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都能帮你解决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一下 千万不要弄丢了 第一点就是不要频繁的去更换你的护肤品 我们要做皮肤的第一责任人 频繁的更换护肤品只会让你的皮肤变成实验田 而收获的往往是赖领 这样的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说护肤品找到适合自己的 做好维稳就可以了 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不要熬夜 熬夜是衰老的第一杀种 熬夜只会加快你皮肤的老去 增加你皮肤胶炎蛋白的流失 而不熬夜比你去口服那些所谓的胶原蛋白 太要重要的多 第三如何做好皮肤维稳 也就是所谓的基础护肤 下面这几点大家要牢牢的寄到脑子里 第一就是不要一上来就开始追求紧致美白 因为如果说你做不好基础的一个护肤 或者是部分的深度护肤 反而会让你的皮肤变得不稳定 甚至会损害你皮肤的屏障 而我们所谓的基础护肤其实就是锁水保湿与防晒 如果说你做不好锁水保湿与防晒 那么即使你使用其他的高端护肤也会大大折扣 第二点就是相对来说护肤水以及面膜是不太划算的 而我们要把重点放到哪里呢 要把重点投入到精华面霜以及防晒中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四点就是有很多人用了非常贵的化妆品或者护肤品 但是摸起来没有弹性 看起来也不饱满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平时喝水太少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多喝白开水 因为白开水不仅可以加快皮肤的一个基础代谢 还能够让你的真皮层看起来没有那么缺水 而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状态非常的好 增加皮肤的弹性 第五就是眼霜使用有讲究 很多人20多岁30多岁眼部周边就开始出现细纹了 这完全是自己做的 而平时使用眼霜的朋友呢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特殊的手法 只需要眼霜的滴在我们的手上 然后呢均匀的涂开 然后顺着我们眼周的纹路推开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别的用力的揉啊 第六点也是我想重点和大家去聊的 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少用化妆品 就算再好的化妆品都会含有化学成分 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每天多用天然的东西来代替 那么我们怎么去代替呢 今天呢我教你一个非常好的美白去斑去皱的古法弥方 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收藏好吧 首先呢咱们准备一个鸡蛋清 然后鸡蛋清里面呢 咱们加上一勺天然的珍珠粉 这个珍珠粉呢 大家最好用这种就是可食用的珍珠粉 然后呢我们再准备半杯的牛奶 把这三样呢咱们把它搅拌到一起 然后呢涂抹到我们的脸上 待上10分钟到15分钟 然后洗掉就可以了 你坚持15天 让你的皮肤啊白里头红 当然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把它涂抹到我们的身上 你想哪里去美白 你就把它涂抹到哪里就可以了 珍珠粉牛奶鸡蛋都是可以吃的 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而且珍珠粉呢对于面部有皱纹的 还有就是面部经常长般的色般的老年般的 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用 我和我的家人用的这款珍珠粉呢都是可以吃的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 我把它放到橱窗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给我们的面部啊每天做一个热敷 它能够很好的打开我们的面部毛孔 缓解我们的疲劳 补充皮肤的水分 毛孔打开之后呢 我们再去用护肤品 这样我们的皮肤呢就能把护肤品里边的这些精华 全部吸收进来 可以用一个这种专用的冷热敷面筋 带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直接带到我们头上就可以了 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来热敷面部 就能够有效的促进面部的血循环 使人精力充沛 如果皮肤非常的干燥 也可以用热毛巾来帮助皮肤恢复活力 最后呢提醒大家 平时啊不要有皮肤的焦虑 再好的皮肤啊 它可能也有自己的瑕疵 能做到60% 那么我们的护肤啊已经很成功了 大家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起来 没事的时候呢 跟着视频啊去学一学 同时呢把它转发出去 转发到咱们亲人家人的群里 让大家呢一起通过这个视频啊都受益 咱们呢也是做了一件功德事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巨大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